MING PAO TORONTO Hello 歡迎來到Toy's Day Channel 機體人研究所 我是Vinci 上星期Good Smile在網上發佈了一個活動 叫做Metra Smile Impact 他自己的網上叫微笑衝擊 那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新品發佈會 但他應該不是今年內可以出光 因為他那堆東西都蠻誇張的 尤其是模型 整個單位起碼有三十幾個產品 所以今年內應該不會出光 我相信應該是未來兩至三年的事 今集不如我們就看看發佈會有什麼新品 相信喜歡太人的話 多多少少都可能會中一兩件 事不宜遲 不如馬上去影片 講一下活動有什麼適合 開影片 首先來講一下模型系列的產品 Good Smile的模型 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 介紹過絕對無敵 私人縫 說真的 你問我他是不是很好的話 其實我不可以說他真的非常棒 尤其是你跟Bandai的HG 或者MG那些比 你真的不能比 但他又推出一些天滿得來 幾多人可能喜歡的模型 一來就講一下兩套 美國電影的模型 第一套就是Alien 異形 他會出異形2裡面那套 Power Loader 即是那個工程機體人 一些模型高手的話 即是你買了回去之後 做一下舊化 弄好它 應該都很棒 另外他也會推出Robocop 2 一個叫Kling的機體人 說真的這個 我自己來說也沒什麼印象 不過他這個好啊好在 他可以配合上去年推出的 Robocop 以及ED2009系列 可以一起玩 都是那個比例 另外就是一套 興趣不大 但可能有其他師兄會對的模型 分別就是有 偶像大師的Impra 英雄傳說 閃光軌跡的 灰之騎神 另外還有滿月之戰的兩部機 也有這個金屬外殼 MacDot 01 這些應該是粉絲向 對不起我自己就不是 那就不作評論 如果大家看過天原突破 其實他製作班底 之後其實都有幾套機體人動畫 例如這一套普羅米亞 之後還有霸王大系龍騎士的機體 這套都是以前小時候見過的機體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情意去買回去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新的動畫 例如天使龍的輪母 那部機器之前 WOBO雲都出過 這次就出了模型版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買它的模型 另外還有這個 蒼公之戰神 The Beyond的機體 其實它之前都出了一部 今年的8月會出另一部 而它的剪度是一部 未定何時出的 其實這個系列 我想它都會有排出的 講開系列 其實它還有一個電腦冒險技 這個系列 上年的12月已經出了主角機 之後也會出了龍 又跟它的主角機合體 另外《機動警察》也有幾款會出 如果大家又玩過《機戰》 或者喜歡看機體人動畫的話 都應該對《機動戰艦》這套動畫有些印象 比較有名的就是OVA那套黑白俠 但它這次不是先出黑白俠 而是先出了陸戰營和空戰營 同樣是近年的動畫 《騎士&魔法》 短短的 十多集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也挺有趣的 講一下機體人和魔法 它的主角機是今年的5月出的 它另外在活動中公佈了另外一部 那個部就像騎兵一樣 我記得在動畫裡 它是拖著車子 一直長出下去的話 都挺有趣的 《魔動王》也公佈了會出三部邪動神 之前已經出了普通的三部《魔動王》 現在又出了邪動王 以及它已經公佈了超級《魔動王》 總共都已經有九部機 不知道它會不會出其他之前的彈散呢 這個模型系列 其實很多機都跟千隻連重複了 其中一套就是《超重神》《Garvion》 它已經一次公佈了三部機 但是還未公佈發售日和價錢 相信無形都應該不會太貴 儲存可能經濟過千隻連 但是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已經賣了千隻連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我又好像不是大吸引 另外說重複的事情 其實它自己也會有自己打自己 例如《Diazalon》的系列 其實它自己也出了成品的系列 它也有出到模型系列 所以我這次公佈了《SSS》的《Garvion》 它又可以和《Diazalon》一起玩 可能大家又可以儲存到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來說 很多都是機戰的機 例如《槍與劍》 《Den of Thursday》 如果你有玩過機戰 或者有看過一部電影 這個《牛仔》 也算是冷滿得來 有多過癮的一部電影 除了它之後 還有其他的超級機大人 例如《Big O》 《Giant Robot》 《Giant Robot》 就是用回《地球政治之日》 即是動畫造型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喜歡動畫造型 比原本特攝的造型 另外還有神魂合體的《Goldenner》 以及《冥王計劃》的《智雷瑪》 而比較有趣的是 它居然會出《勇者雷登》 Bandai自己也出過模型 然後又有《合金雲》 坦白說 我自己來說 我儲了《合金雲》 我對它興趣不大 不過如果大家沒有《合金雲》 而又喜歡《雷登》 會不會買它呢 這些就不止 留給大家 另外還有 跟《千籍年》一模一樣的 《真三一萬難合》 買模型版應該便宜很多 不過 不知道它是否只是出到一號機 出不到二號機和三號機 另外 它始源《千籍年》 最強《Walkboard大王者》 我不知為何 看上去 為何整隻《合金雲》 到底是不是《合金雲》出得太好 所以搞到它一模一樣呢 其實都和大家說了 差不多 講完它的模型版 不過 我留了一隻 最後 這隻就是我自己 看了這麼多隻模型 我自己來說 最有期待感 就是 完全勝利大帝王 如果我印象中 其實只是CMS出過一個 Action Figure 還未出過變形合體 我相信它這一隻 都應該可以變形合體 雖然它都是拆件 拆件 拆件等等 我自己來說 我之前都玩過 《絕對無敵》 私人鳳 還有 其實我有買到 《元氣爆發》 但還未砌它 我看完別人砌出來的樣子 我覺得它 不算太好 如果《絕對無敵》是OK的話 我覺得《元氣爆發》只是緊緊合格 我不知道《大帝王》出到來的時候是怎樣 話說回來 它是跳過熱血最強 因為熱血最強 可能不知道是否被Bandai 那邊弄死了版權 所以它出不了熱血最強 其實 都有點可惜 跟大家講完完全勝利 我們應該已經講完所有的模型商品 之後講的是成品玩具 成品玩具 GOOD SMILE 其實有分兩個系列 分別是《The合體》和《Hangerwork》 《Hangerwork》有合金 我們也有介紹過《Hangerwork》的《帝王萬蘭盒》 即是有張等的《萬蘭盒》 我們頻道還沒有介紹過《The合體》 其實它也推出了幾款 出了《電光超人》 《Dia Salon》 我對《合體》的感覺就是 它的造型是漂亮的 但可動就差一點 《Dia Salon》其實我也喜歡 不過我自己來說就覺得愛不救 所以我就沒有買 而《電光超人》我又覺得它太貴 所以也沒有買 不過今年4月推出的《對合體》 《Titan X》 即是《勇者傳說》那款 我那款就頗有興趣 不過我沒有訂購 如果我看到有現貨的話 我相信我都會買來做評價 說到《勇者傳說》順帶一提 就是《Titan X》的後續機 就可以跟它大合體 《Titan X》是4月 《Titan X》是5月推出的 即是隔一個月就可以合體 不過我不太相信它可以連續2個月推出 即是《Titan X》4月推出 我不相信它5月就可以推出《Titan X》 而在那個活動上 也公佈了《Titan X》的死對頭 其實不可以說是死對頭 就是《七重變形體》 就是《七重變形體》 它這次的《七重變形體》 是說明可以完全變形的 不過它在剪輯中 只是顯示了《機太人》的樣子 至於變形是怎樣的 就要留待之後再留意它的消息 說完《勇者傳說》 其實《對合體》的另一套《勇者》 我們在香港叫《勇者急先鋒》 它會出三部機 分別是《超能嘉義》 《海瑟迪迪》和《超級巨炮》 我們三部機合體之後 就會變成《無敵超能嘉義》 它在剪輯中就展示了三部機的示板 老實說 我自己來說 《海瑟迪迪》和《巨炮》 我暫時覺得OK 但《超能嘉義》對手 我覺得有點不順眼 尤其是它的肩膀和手臂的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長了一點 不過你知道 兩對手各自都要有變形 所以可能 多多少少都要走一走變形 所以弄得這隻手有點奇怪 不知道它會不會好像 泰丹那樣 有一隻造型才缺手呢 這樣可能可以解決到 一個外觀上的問題 不過這些都是言之上組 說真的 出了泰丹X 大家先玩一下 看看什麼環境 另外 到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 我自己來說 我都很興奮 就是 The合體 Cross Hangerworks 的 超秀機神 段空我 說真的 我自己 有合金雲 有千值年 我都很期待 這一隻 由Good Smile出的超秀機神 第一 它的外觀上 比較合金雲 帥仔少少 但是 它又沒有魔改到千值年 那個等級 即是介乎在千值年和合金雲中間 而令我最覺得 心動的話 就是它分體的時候 你看看它的英戰機 印象中 合金雲 或者千值年 它的英戰機的頭 都是很 很 但是 你看看 這次Good Smile這個 真的很漂亮 至少 頭 我不管它 會不會 變得出來過大 至少 分開來看 它算是不差的 而且 你留意 它 那隻 象的肩膀 它 由 象戰機的時候 它的肩膀是短一點 它合體了做 超秀機神的時候 它的肩膀是會橫一點 其實它的肩膀是有得摺的 它應該會有多少機關 所以 這次的超秀機神 應該是 我整個 活動中 覺得最有最有興趣的一隻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呢 回來了 一口氣和大家講完整個 活動中的商品 我不覺得 Good Smile 可以在未來一年內出生 整個商品的 list 這個商品 list 應該就是 兩三年內的事 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不會設定 目標那麼遙遠 其實你公佈了一件商品 大家要等兩三年 其實都是一個挺痛苦的事 雖然我們香港的公司 都有好幾間是這樣的 但是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不要搞到 什麼都要大家期待這麼久 無論如何 我自己來說 模型那方面 其實我自己就沒什麼興趣 因為可能我懶 我真的很少砌模型 但反而成品那幾套 例如勇者特急 超能嘉義那些 其實我自己是很有興趣的 不過也是那句 可能要等兩三年 說真的兩三年 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我今天也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中招 對不對 Anyway 今節時間也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按旁邊的小鈴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會不會有 什麼作品會中 或者有沒有 我自己講漏了什麼 那 這次的影片就到位置了 下次見 拜拜 來吧 下次見